原来父亲在我小的时候就已经给过我答案了啊 一位父亲得了二次罕默症 一天树上飞来一只乌鸦 他问这是什么 儿子这是乌鸦 过了一会儿他又问这是什么 儿子不耐烦的答道是乌鸦 过了一会儿父亲又问 儿子大吼说的是乌鸦是乌鸦你怎么回事 直到父亲去世多年后 儿子偶然清理杂物 搬到了父亲的日记本 今年儿子三岁了 他指着树上的乌鸦问我这是什么 我说这是乌鸦 他很可爱 问了我二十多次 我回答了他二十多次